当下最时髦的漫威电影宇宙已经基本构奖完毕了 如今它基本结束了第三个阶段 而前段时间上映的洛基 猎鹰与东兵 标志着漫威宇宙第四阶段的开启 但是漫威电影的尿性就是 让我们抓不准超级英雄的定位 尤其是反派以及主角们 强的时候是真强 弱的时候是真辣垮 今儿祖哥就和大家聊聊漫威电影宇宙第三阶段 共22部影片中被削的最惨的角色 其中包括五只超级反派两只超级英雄 我们要谈到的第一只超级反派是满大人 首先祖哥必须为大家做一个科普 小伙伴们也许听说了 今年漫威的首部亚裔超级电影 上期于《世界传奇》将要上映 而梁朝伟将要出演电影中的大反派满大人 满大人这个角色出自于英国小说傅满洲 这个傅满洲奸诈并且一肚子坏水无恶不作 面如撒旦且整日穿着清朝的官服 漫威让一个中国人出演这种角色 岂不是在丑化满人的形象吗 在漫威电影宇宙中 满大人是钢铁侠的头号死笔 首先出现在2013年的《钢铁侠3》中 然而电影里的满大人并不是真的满大人 而是反派吉利安要求他装作《世界帮》的老大 以掩盖非法行为 要我说满大人这个角色真的是被削得最惨 自己的名号被别人顶弃了这么久都不知道 直到2014年漫威发布了《王者万岁》这部短片 结尾处这位冒牌货被真正的满大人派人劫持出狱了 那么满大人到底凭什么能和钢铁侠刚这么久呢 这小子和钢铁侠一样 出生的时候嘴巴里都含着金钥匙 他的母亲是英国的贵族 同时自己自称为成吉思汉的侯仪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不往正道上走 年轻的时候就家大业大富可帝国 以此他偶然在中国的一处洞穴内发现了一艘飞船的残骸 在飞船内发现了士兵魔戒 由于天赋异禀 这小子像开挂了一样看懂了外星文字 学会了魔法以及世界能力 所以他不仅是一方魁首 更是有能力和超级英雄硬刚的天龙人 然而自己走的是魔法路线 他对钢铁侠的超时代科技十分惦解 这也是为什么他和钢铁侠纠缠不清的原因 我们要谈到的第二位超级反卖是伊格 他在电影中也自称为天神族 他并不是一位早老头子 而是一座具有自主意识的星球 拥有永恒的生命 他经过了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的演变 认为自己是个可以吊打斑边宇宙的能人了 能力越强野心也就越大 他想要征服宇宙 梦想吞并宇宙各个角落的星球壮大自己 同时这个老色皮也决心和各个星球上的美人结婚生子 星爵就是他的产物之一 至于他的一大帮孩子 伊格想让他们继承他的天神之力 当自己的孩子遍布各处的时候 岂不是更容易掌握宇宙吗 然后再把孩子们杀掉 吸收能量壮大自己 不得不说 这孙子的脑回路真清奇 而伊格的能力在银河护卫队号中拍的实在是太猜 漫画迷们都认为伊格是可以秒杀无数个大刀灭霸的存在 毕竟他是一位单体宇宙级别的boss 几千米的地壳不是一般玩家能比划得了 在漫威电影宇宙中 他被低估的原因并不在于能力 而是在于这哥们的智商 漫威电影宇宙给这位上古大神拍成了实大师的脑袋 俗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 也没能搞懂这哥们为什么要告诉儿子他是个球 甚至还建了一间大教堂讲述自己的进化史 结果就被抓到了弱点 都说反派死于话多 伊格征战了星际这么多年 哪会不懂这点朴素的真理 最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当年星局的母亲换脑瘤去世 这哥们居然大言不惭的告诉儿子 母亲的流是他忘的 综合所处 我觉得漫威电影宇宙把伊格这位大神派成了弱智 远远低于他该有的实力 第三位出场的哥们叫做多妈母 想必大伙对这个人物都不陌生 这里面数他被削的最惨 这哥们还没露几手就已经淡出一幕之外 同样他被削的也是至少 本来这位黑暗维度的统治者是奇异博士的头号死笔 然而直到电影快结束了他才出现 奇异博士的一句多妈母 我是来谈条件的贯穿了漫威一年的梗 身为异界的最强领者 居然被时间宝石磨得脱不开身 电影中奇异博士利用时间宝石 不断的领和范 足足领了一千多次后多妈母终于恼羞成怒 离开了地球 这哥们的智商没比上一位强道去 那么多妈母的真正实力到底怎么样呢 话说他本来属于异维度的能量体生物 由于从小喜欢瞎吞实质物体而被铜族视为怪癖 被流放到了黑暗维度 在漫威的设定中 多妈母是强于神明的存在 在巅峰时期可以毁天灭地 多妈母可以不受时间的控制 漫威里有一句俗话说的好 先有宝石后有天 随便一颗日身仙 他终究顶不住时间宝石 只不过他战败的形式太戏剧化了 让观众觉得他是个菜鸡 但漫威电影宇宙已经很给他面子 其他反派诸如灭霸 海拉 傲创都是以死而归 这哥们是完全被劝退的 回到黑暗维度已久快活死世界 也算是很给他面子了 下面我们要讲的超级反派叫做吴木猴 这哥们是灭霸的手下 黑药武将中最邪恶的存在 他那副毒蛇一般的舌头代表着谎言与邪恶 黑药武将中其他四位为力量性英雄 这位则是团队中的军师与法师 他的能力也非同寻常 他可以控制如奇异博士之类精神能力最强的大脑 同时也拥有漫威电影宇宙中最强的意念一无能力 在复联3他和奇异博士斗法的过程中 不难看出他的能力完全碾压奇异博士 就连蜘蛛侠和钢铁侠一同上阵也进不了他的身 这哥们也是死得挺冤的 他被电影异形中相同的计算给干掉 通过船体破裂以及太空压墙被吸入太空冻结而死 这个反派在复联3次的亮点很大 不得不说被这么干掉实在是有点可惜了 第五位要介绍的超级反派是红骷髅 不少伙伴对于这哥们是一脸的懵逼啊 为什么在美国队长中突然消失了 在复联4中漫威算是填上了这个坑 一切要从最开始说起 这哥们可是希特勒身边的红人啊 拥有极强的政治判断能力与领导才能 同时还是一位科研能力极强的二手科学家 身为纳粹党中科学部门的头头 这哥们以身示范给自己注射了超级士兵的血清 目的就是能够抗衡美国队长 然而他的心智没有美国队长能鉴定 太过邪恶无法很好的完成实验 最终血清反噬变异出了荧幕中的这副模样 希特勒可是一个严控啊 见不得这种怪物 干脆将它放出了 这也让红骷髅彻底奔放了 建立起了自己的九头蛇组织 目的和漫威中大多数反派一样统治地球 直到他获得了曾经核实奥丁手上的神器宇宙立方 也就是空间宝石 让这哥们彻底放飞自我研究先进武器了 此时的九头蛇组织已经掌控了地球上最先进的状态 奈何他把握不住啊 最终还是被美国队上也击败了 当他用宇宙立方逃脱时 被莫名其妙地传送到了达沃米尔系 被诅咒成为的灵魂宝石的守护者永世不得翻身 他的能力在漫威电影宇宙中根本就不值一提 但是红骷髅最最出色的地方 恰巧是在于他的大局关于战略部署 漫威并没有把这个反派速度到淋漓尽致 个人认为算是一个败笔 最后要介绍两位被砍得最严重的超级英雄 第一位是幻世 这哥们强的时候真是逆天无解 弱的时候也真是脱油瓶啊 起初复联2的大反派傲创 想创造一个更高级的生化局体 所以利用了自己的再生摇篮创建了幻世 同时被赋予了洛基权杖上的心灵宝石加持能力 然而最终幻世这副驱骄被复证的联盟夺回了 再由班纳博士和托尼斯达克 联手将管家贾维斯上传了进去 这也就成为了我们熟知的幻世 他最强的一招就是身体虚无 可以穿透剑主甚至可以穿透驱骄 再进行石化中创敌人 作为一个能飞能输出还能抗伤害的全能性拳手 在复联3被削弱的实在是太惨 开头就被黑药武将中的王任将军拿进的动弹不得了 即便重创他的兵器有额外加成 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也不至于被打得这么惨 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星爵这位搞笑担当了 他的实力被削完全是出于他爹地伊哥的缘故 刚才咱也介绍了 伊哥子孙们的能力全部来自于他本身 本来星爵是一位半神 在银河护卫队2中马上就开发出了超能力 奈何他还是搞死了亲爹 到时候的外挖给丢了 而且他还不是一位纯种的地球人 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 他的敏捷力格斗技巧 宇宙知识储备以及耐力远超常人 近乎美国队长再加上一个科学家的水平 但是我们在电影中完全没有看到 不过没关系 毕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他的装备也完全可以将他再踢个档次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些闪光点 看来漫威电影宇宙 已经将他实打实的塑造成了一位逗逼角色 这哥们在银河护卫队1中干养父 在银河护卫队2中干亲爹 又跑到复联3和复联4中干岳父 不得不说他才是漫威电影宇宙中实至名归的灭霸